这位87岁美国老太 死后被切成了27000片 每一片肉体都经过打磨抛光 成为迄今为止最惨的人体遗体 这是他的遗体被切割时的真实画面 两名工作人员一边听着莫扎特的安魂曲 一边用这台大型双人曲 在老太的遗体上来回拉扯 就为了将它切割成每片不到一毫米的薄片 大家好 我是杜博士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被切成27000片的老太 美国可四人计划第一人 苏珊波特 2000年 73岁的苏珊波特 在报纸上我以前看到了 维克多医生发表的 可四人自愿者招募计划 所谓可四人计划也叫做数字人计划 是1986年由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发起的 该计划的目的是将人体切成薄片后 再利用高新摄像技术 把每张薄片的切面图拍摄下来 上传到计算机里 竹针搭建成完整的数字人体模型 这样的数字人 每处神经 血管和骨骼都细致入微 极其逼真 它可以代替传统的大体老师 被医学院的学生们无限次的解剖 解剖完之后一件即可复原 除此之外 数字人还可以代替病人 进行新型药物的临床试验 或者模拟癌细胞的扩张和生长过程 从而推断出病人发病的概率 甚至数字人还可以代替真人 在各种极限状况下 进行人体承受能力实验 比如现在的一些新型交通工具 在出厂前的安全测试 就用到了这项技术 数三被这项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意义的计划 深深的吸引 于是他立刻联系上了维克多医生 表达了自己想要献身的想法 但却遭到了维克多医生的拒绝 因为他们想要身体健康的志愿者 而数三身患多种疾病 有黑色素瘤 乳腺癌以及宫颈癌 而且还因为一场严重的车祸 导致半身不随 只能靠轮椅代步 当时的他已经经历了26次手术 一对乳房也在一次手术中被切除了 对于维克多医生来说 数三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人力实验对象 但数三的态度却十分坚决 他反复劝说维克多医生接受他 最终维克多医生被他强烈的奉献精神所感染 同意了 但实际上维克多医生之所以愿意接受数三 可能更多的是因为除了数三以外 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志愿现身的人 毕竟谁愿意死后还被千当万寡人 数三是可视人计划提出十多年以来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志愿者 所以即使他不是最理想的实验对象 但有实验对象总比没有好吧 在除参之前 仅有两个人参与了数字人切割实验 一个是被执行死刑的男性囚犯 他被切成了2000个薄片 还有一个是突发心肠病而去世的女性 他被切成了5000个薄片 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 这两人是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 接受这项实验的 而且由于是初次操作技术不成熟 这两次实验中都发生了不少错误 甚至还丢失了鼻软骨和肋骨等多数数据 导致最终成立的模型并不理想 所以当苏珊这样一个 完完全全主动找上门的志愿者出现时 他们怎么可能真的拒绝呢 当时由于苏珊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 医生判断她的寿命可能只剩下一年了 所以维克多医生 安排苏珊直接住进了 她所任教的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 方便她记录苏珊人生的最后时光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现在才能看到这些苏珊生前的影像资料 苏珊在医学院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 她和年轻的医学生天天生活在一起 彼此之间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感 而苏珊的原生家庭非常不好 她在美国出生 但是一出生就被她的父母 狠心丢给了委内德国的爷爷和奶奶抚养 四岁那年爷爷去世了 十四岁那年奶奶也去世了 苏珊就被丢进了孤儿院 当时世界格局动荡 战争不断 苏珊冒着生命危险 只剩一人跑到美国找她的父母 但父母早已离婚 并且各自都有了家庭 没有一方愿意接受她 小小年纪的苏珊只好拼命打工养活自己 后来她结婚甚至总算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但由于童年的不幸 她不懂得该如何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她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都很不好 不幸的是 她还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后半生几乎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的 再后来她的丈夫去世了 她的两个女儿没有一个愿意照顾她 已经72岁的苏珊仿佛做了一个梦 兜兜转转又变成了一个人 她只能坐着轮椅住进了收容所 而唯一陪伴她的 就是她收养了一只流浪猫 一个老人一只猫 就这么相互依靠相依为命 正因为有这样坎坷的人生经历 所以当医学院的学生们和维克多医生 全都围着她转 对她虚寒温暖的时候 苏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这也更加坚定了她要奉献自己 报答社会的决心 她好像突然找到了 活下去的目标和动力 不过她对自己死后被解剖切片的具体流程 还是很好奇的 为止她仔细了解了人体切割的整个过程 还参观了将来用来处理她 尸体的冷冻柜 保鲜液 以及各种切片道具 而直接看上去就让人挤背发凉的工具 并没有下腿疏散 当她得知人死后4小时内 是回头尸体的黄金时间后 她立刻准备了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 如果我死了 请立刻把我的尸体交给维克多医生 苏珊害怕自己随时可能去世 所以她24小时都随身携带着这张纸条 知道这事后的维克多医生 和她的学生们都深受感动 同时也产生深深的愧疚之情 苏珊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的不舍 害怕自己死后他们下不去舍 所以她经常对维克多医生和她的学生们反复强调 为了人类医学誓言 不要心软 对我下刀 一切都准备好以后 就等着苏珊去世了 可随真相 本来只有一年寿命的苏珊 竟然多活了15年 一直到2015年 87岁才去世 苏珊去世那天 维克多医生非常痛心 不过她很快就收拾好心情 立刻对苏珊的遗体采取冷冻措施 苏珊在零下26度的低温下 被冷冻成坚硬无比的冻热 只是由于一些技术原因 维克多医生并没有立刻对苏珊的遗体进行切片手术 而是一只等到苏珊去世两年后 也就是2017年才实施手术 手术当天 维克多医生按照苏珊的遗言 在解剖式墙上画上了她最爱的玫瑰 一边播放着莫扎特的安魂曲 一边切割苏珊的遗体 这段画面就是维克多医生和她的学生们 用双人锯将苏珊的遗体切割成四大块的真实画面 你没有看错 他们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的 用锯子手动切割苏珊的遗体 而且也可以看出解剖式的环境非常杂乱 纸箱子 塑料袋到处都是 还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看上去就像储藏室一样 完全没有把苏珊的遗体 当做什么神圣宝贵的东西好好保存 说的难听点 跟工厂里切割冷冻猪肉没有什么区别 在手动把苏珊切成四大块之后 再把每一块都拿到打磨机里进行打磨 每打磨掉63微米左右的厚度 就对横切面进行拍摄扫描 在经过60天的打磨处理以后 最终共拍摄出了27000张照片 这种方法叫做磨削法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真的用刀一刀一刀的切成27000片 那样的话难度高 进度也不准 但磨削法的原理和切片法是一举同工 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至于那些残留在刀具上的组织 则会被拿去火化 据说维克多医生在切割完疏伤后 他走到门外静静的坐了很久 然后突然大哭起来 毕竟他和苏珊是15年的老友 这15年的点点滴滴 在他脑海中飞速播放 他将终身铭记 这位勇敢的老太太 这是将27000张照片 逐针编辑合并熬成了数字苏珊 他从那儿熬外 每一根血管 每一寸肌肤 每一段骨骼 都和真人苏珊一模一样 可以理解为 苏珊以数字人的方式得以永生 现在全世界除了美国和韩国之外 中国也拥有了数字人技术 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 中国有8套数字人数据 也就是说 有8个志愿者参与了这项计划 其中中国数字人男一号 是一名28岁的男子 他被切割成8952片 每片0.2毫米 是世界上分辨率最高的人力小片 像这种极端的科学实验 肯定会受到很多质疑和谴责 毕竟这是对人类尊严和伦理的巨大挑战 但回望医学的发展历史 无数个像苏珊一样的先驱者 无私的现身 才造就了如今先进的医学技术 我们世世代代都将受益于 这些勇敢无畏的前辈 当然无论什么高科技 都是把双刃剑 我们无法预测一项技术 对人类熬眼到底会是灾难还是救赎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像苏珊这样的先驱 他们选择奉献自己的初衷 一定是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 敬畏他们